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8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二了 香港的零售有多差呢 差到 好有實力的公司也做不住 這次最新收入的 就叫做華潤堂 華潤堂 在香港有19家分店 他們宣布了 下個月的8日 11月8日 全線結業 19家全部不要 華潤堂在社交平台宣布 由於業務受到外部不確定因素 及各種營運挑戰的影響 經過慎重考慮之後 決定在11月8日關閉香港全線分店 會員和積分安排方面 華潤堂即是停止接受新會員申請 以及停止購物時獲發會員積分 會員計劃將於11月8日正式終止運作 屆時相關會籍和會員積分 會同時失效和作廢 會員不再享有會員購物的折扣優惠 獎賞 持有有效會籍和積分的會員 要在11月7日或之前 去分店換領禮券或產品 華潤堂禮券最後使用日期是11月7日 所有未使用禮券是沒有得退款的 不用就沒有了 華潤 其實大家知道 早一陣子華潤的超市 也是大規模倒閉 香港的零售有多差呢 其實連超市也做不住 真的是比較少見 不過由於香港實際上 白階衛康的壟斷很厲害 所以他的超市 其實你說是不是非戰之罪呢 一半半 一半當然是因為零售太差了 搞到連超市也沒得做 他的要求 便利店當然是沒得做 華潤堂 是類似 屈臣市萬寧那種模式 更加像萬寧 裡面 甚麼都有 又或者是為元堂再加萬寧的結合 因為他有些賣中藥 大陸出品 我們看到 連華潤 這些叫做 國家一級企業 他們那麼有實力也受不了 可想而知 那個經濟環境有多差 他是國家隊來的 你不是普通的狗之媽祿 你說那些狗之媽祿不懂盲無黑賊 華潤 是中國 頭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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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潤 究竟有多大 華潤 在香港 總共 有11家上市公司 中國和香港 中央企業 直接控股 其中7家市值由500億至2000多億不等 是一家過萬億的企業 旗下的華潤雪花啤酒 由05年起銷量全國第一 超市包括華潤萬家 蘇果和原家世家 按營業額也是全中國第一 地產業務兼發展商 華潤置地 也是 萬科的第一大股東 有醫藥領域就有華潤醫藥 華潤三九 萬東醫療 商學藥業 東亞阿教等等上市的子公司 好 先說回歷史 華潤真的很早 說回他 已經追溯到300年 廖成智就來香港 籌見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 廖成智就是 前港澳辦主任廖輝的老爸 他老爸就是廖仲海 國民黨的元老 所以廖成智的地位也很高 他為了妥善保管海外華僑 和港澳同胞 募集到的資金 和物資可以順利送到抗日前線 楊林 授命開辦聯合行 這家公司開設銀行 賬號 也辦倉庫和運輸業務 國共內戰再次爆發 46年8月 楊林和香港地下黨人 連貫 奉命 上海的 中共代表團 接受周恩來的指示 要他們安排好 由南京上海疏散到香港和東南一帶 那些民主人士等等 其中身份有沒有暴露 那就是做特務機構 楊林回到香港之後 將聯和行改名做 聯和進出口公司 簡稱聯和公司 當時在 中環的太子行 租了一個寫字樓 後來又註冊了天龍行 在廣州設立天龍行的分行 搞了輪胎 銅油等等貿易 後來周恩為再派了 另外兩個人來 一個叫袁超俊 一個叫鍾可夫 兩個夫妻子 來到香港 47年4月 他們在抗戰時期 當過八路軍 駐武漢辦事處的副軍長 八路軍桂陽交通站的站長 南方局秘書 這是特務 逢親民的站長就是特務 也當過四川省秘書長 省委秘書長的袁俊昭 當公司的副經理 也是第一黨部 支書記 到了47年3月 湖中南部隊進攻延安 他們奉命在延安成立一個來香港的支援小組 支援楊林 好了 也不夠啊 因為你只是做好像做華南一樣 後來 東北局的負責人陳雲李富春 研究過之後 就決定在大連組織一些貨源 打通東北和香港的貿易 將東北解放區的物資運到香港 再由香港買一些戰爭和生產的物資 回到東北 即是做這個 進出口 你看到整間華潤 它基本上是包辦了中共的 物資的賣 幫大陸 出一些土特產 然後出一些 每個地方不同的 例如鋼鐵油 甚至乎 招遠的黃金 都是由那邊的出口運到香港 在香港重新用了之後 再賣出去 你想一下 它的業務是多元化呢 當然 打韓戰的時候更加需要華潤 華潤 以做生意為名 經營那些 造紙 棉紗 鐵釘 汽車零件 紡織機械 油漆 甚麼都做 他們曾經改名叫 德潤公司 德是甚麼呢 朱德的德 潤就是毛澤東 自潤之物 所以用這個潤字 後來 又改了 好像不是那麼好 不如 再改了 後來就改為華潤 華潤 到了1952年 由黨營企業 移交給中國政府 因為黨和政府始終是兩件事 到了1952年10月 屬於中國 人民政府貿易部管理 成為 國務院直屬的央企 然後華潤總部就搬入 中國銀行大廈 即是現在的很舊 之後56年 華潤 在廣州籌辦了廣交會 其實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 前哨來的 做生意 中國出產那麼多東西 要賺點錢 所以當時 它是涉及很多業務的 看看現時 你想想 這麼大的集團 華潤當然 華潤萬家 其下有超市零售 華潤創業旗下有太平洋咖啡 華潤堂 華潤儀寶是做飲品的 華潤五峰 五峰行 華潤啤酒 華潤啤酒 上市291 以前華創的 291 現在改名為華潤啤酒 還有一個紡織 華潤紡織 另外 華潤醫藥在香港上市3320 在深交所上市是華潤39 即是39胃泰 英特公司拿著兩成 北京醫藥集團拿著51% 江中藥業 亦被收購了華潤江中 另外一個紫竹藥業 藥業也有很多種藥業 然後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是在上交所上市的商學藥業 以及 東交阿交 深圳交易所 華潤醫療就是1515香港上市 華潤之地 109就在香港上市 1313就華潤水泥 還有華潤電力 華潤燃氣 這麼大的集團 還有能源項目 還有金融 還有基金 這麼大的集團 竟然 在香港也搞不定 全線建業 超市做不定 連華潤糖的個人護理產品也賣不定 在經濟不景之下 其實個人護理產品 生意不會跌得太多 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用 如是 在一些 國家隊都退出的行業 即是說這些都找不到 當然你可以用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 國家隊 國企 他們的競爭能力沒有那麼強 我們不同的 我們比他們競爭強 你可以這麼理解 不過 國家隊的資本 他們基本上是有無限的資源來的 他們的決定 不做的話 肯定是虧得很緊要 那誰去填探呢 大家就識除尊貶啦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